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4月24号星期日 我们来继续扯谈菲律宾的事 前几天呢 我们这个甜品店的邻居啊 有点慌 为什么呢 因为福沃捷的前几天啊 他手下的两个小工啊 继续辞职不干了 福沃捷转过来呢 也没马上招的员工 这老板呢 不得已亲自下厨 做饭做甜品 帮着老板娘吧 做饭做甜品 因为他们以前呢 不做什么细致的事 所以呢这个 我看呀 手忙脚乱的 这两天呢 稍微好一点 为什么呢 新招了一个小工 新招了一个小工 把他给换下来了 这老板呢 就有工作跟我聊天了 然后呢 反正吧 这两天跟我聊天 主要内容呢 就是挺骄傲的 骄傲什么呢 说你看 这个复活节前啊 辞职了 复活节之后呢 没花几天 他就复活了一个新员工 我当时听 就觉得挺搞笑 什么叫复活了一个新员工 你会魔法吗 对吧 后来今天反正也是聊天吧 就问为什么那俩员工辞职 等下来 还是这个根本原因 就是什么呀 钱少 活多 一天就给300批 那么以前呢 只有甜品店这一家 档口的时候呢 两个人吧 轮流上班 有休息 300批 大家也都干得过 后来呢 这个他不是收购的 那个韩国方面的餐厅吗 改成这个菲律宾餐厅之后 这俩人呢 一人盯一个档口 连休息日都没有了 你又不给人掌钱 也不容管饭 对吧 也不管这午饭呀 晚饭呀什么的 可不就辞职了吗 放谁谁不辞了 对吧 所以呢 这次新赵小公呢 他还给人涨点钱 一天呢 320批 就大家别觉得320批少 就我们这档口 这档口附近 好几家的那个小公啊 可能一天才200批 或者250批啊 所以320真的是不少了 而且还管这个小公啊 午饭下午茶跟晚饭 这个福利已经算很不错了 但是呢 昨天呢 我一看这个员工吃了这个饭吧 我真觉得这员工可能也干不长 为什么呢 我昨天中午我看到这员工吃什么呀 吃这个他们家甜品店啊 前天没卖完的甜品 当中午饭吃了 啊 你说这多腻啊 对吧 多腻歪 这是甜品 我觉得当下午茶也行啊 但是你真是当正餐来吃 差点意思啊 结果下午茶的时间啊 4点来钟的时候 我看这小姑娘在吃什么呀 在吃这个前天没卖完的 中午没吃完的甜品 还是那套东西 啊 这觉得真行 这小姑娘估计也是刚来吧 吃着还挺新鲜 我看下午茶还吃挺新鲜的啊 等到晚上7点来钟 该吃晚饭的时候 我看这小姑娘在吃什么呀 前天没卖完的 中午和下午茶没吃完的甜品 还有六份还在那晚下吃呢 我站在后面看啊 这个小姑娘吃到第三份的时候 都开始拿白开水晚下压 就是生压这个吃着了 吃着都翻了白眼了啊 你知道吗 还吃呢 哎 舍不得就是放下这东西啊 你一定都吃完了 我也不是当任务啊 还是舍不得这福利 等到晚上关门的时候 我看老板娘啊 在后面打包什么呢 打包这员工明天的这个 呃 午餐啊 下午茶晚饭的 我一开始什么呀 昨天没卖完的甜品 啊 我当时看完以后啊 心里都去想 估计这小姑娘干不成 啊 这这这个 就这么吃 吃天天吃你们家剩饭 我 关键还吃是甜品啊 天天剩的甜品 这谁受得了啊 啊 我在想 是不是这是我第一个能见到的被福利噎死的员工 你真的 啊 真的 这个我真是有点佩服了啊 佩服了 好了 就是跟大家聊到这吧 明天我们再继续扯淡菲律宾的事 我们再继续扯淡菲律宾